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爱我的家 我是Annie 奇梅娟 上一次我们就说健康于齿 牙齿其实如果牙齿健康 我们的腸胃也会好一点 因为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 牙周病 因为牙齿很多牙周病 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题目 但是很多人都有 原来说有九成人都有牙周病 只是说 不过是那个程度很严重 还是很轻微 还是根本大家都不发觉 因为原来牙周病初期是什么象征都没有 又没有牙痛又没有流牙血 什么都没有 但其实原来开始已经有牙周病 所以有九成人有就是这样来到 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可能已经去到要流牙血 或者牙齿很痛 去到医生那里 其实已经是很迟 所以大家就开始想知道一下 了解一下究竟牙周病是什么 尤其现在又说年轻化了 很多十多岁 即是刚刚换言语行刺没多久 就已经有牙周病了 所以我也和大家一样很关心这个问题 所以就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找到的资料 看看大家认为够不够不够 有时候可能要去请教一下自己的牙医 网上的资料就说 牙周病其实是什么 大家刚才都很关心 其实牙周病 即是说牙齿周围有些菌 而引致到有疾病 牙周围是什么 例如牙韧 牙周炎 或者牙躁骨 如果入了菌 而有病变 这就叫做牙周病 即是形成了牙周病 他说那为什么会有牙周病 那怎么形成的 原来牙周病主要是口康卫生做得不好 即是我们可能拆牙 拆得不好 譬如每晚吃的食物 留在那些牙垫 那些那些我们又清洁得不好 或者清洁的方法不正确 令到那些我们的食物的渣仔 就留在那里 于是乎就会有牙结石 有牙菌斑 积聚在牙齿周围 就破坏了牙根 一路伸延 一路下去 如果我们的牙躁骨都受到感染 或者是发炎的话 那牙齿的根本身 即牙的最基本那里 就已经破坏了 于是乎整个牙 就很可能严重的时候 就会脱出来了 另外除了我们清洁得不好 留有了一些食物的渣仔 在这里 残渣在这里 令到有菌而发炎之外 原来牙齿不齐整 你看到有一些朋友 牙齿可能出的时候 一些出一些入 中间有些虚位 很容易摄到一些食物的残渣在那里 不整齐的牙齿 都会引致到牙周病 所以现在有时整形医生 都会 譬如说真的小朋友的梢牙 或者出入得很重要 其实都主张他们枯牙 其实枯了牙之后 都会有些帮助 另外 患牙周病的人 是否很普遍 刚才我说了 其实原来有九成的人 都有 只是不过症状明显 刚才说了症状 有什么症状呢 如果牙周病的初期 原来是什么症状都没有 只是偶然拆牙的时候 就会发现牙羹有少少肿 或者有出血的迹象 但这些很多时候 中国人都会说 你只是热气 热气就是牙肉肿 喝清凉的食物 有些说 用盐水浪一下口也行 很多人都不在意 但是如果慢慢慢慢 你不理会的时候 越来越频密 这样的时候 会令牙根退缩 然后会出血化膿 一有化膿 就会形成有口臭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牙齿会动 如果你都不理会 最终就掉下来 整个牙都没有了 其实你说没有了 没有了 我有这么多只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会想到 行齿脱了一只 就是一只 没有一只 就没有一只 如果是这样脱了 很快没有了 吃东西就出现问题 引致你的消化系统 也有问题 除了我刚才所说 其实牙结石的成因 都会造成影响 就是我们有牙石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一年里面 都会去医生洗牙 将牙石清洗了 令到口腔 即牙玉和牙之间的距离 不要因为牙石 而有一个疙瘩 就可以藏到细菌 那就会类似的了 好了 那我们如何预防牙周病呢 第一 当然是刚才说 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清洁口腔不正确 所以真的要很正确去 其实这里 你去牙医的医生 牙医都会跟你解释 如何清洁牙齿 选择什么牙刷 如何刷才是正确 不是拼命地刷 而是要打圈 用适合的牙刷 不要过大 因为如果牙刷比大 你又刷不到里面的牙齿 每次都要养成 早饭 即是早早擦 晚上吃饭后都要擦牙 这是一个良好的擦牙齿 当然当然是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最好一年去规定检查牙齿 如果是有坏牙 即是有蛀牙 有牙石的时候 就真的请牙医尽快补回去 或者有牙石的时候 就要洗牙 尽量令到口腔清洁 卫生和健康 都可以防止牙周病 除了牙周病 如果真的有牙周病 如何去治疗呢 第一 医生会先清洁口腔 用超音波去洗牙 除去牙石 洗干净 让那些不好有食物的渣载 令到它产生细菌 或者如果牙齿已经有凹凸的表面 这些都是形成可以藏到细菌 其实医生也有方法和你填平它 尽量令到牙齿不会有虚位 这些都是基本治疗的方法 除了之外 患了牙周病 通常都会有一些问题 大家都想问一下 会不会有牙周病是什么 这些常见的问题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牙周病是否因为火气大 什么叫火气大 即是因为热气 或者睡眠不足而引起的 因为有肿 牙育肿之类 其实不是的 牙周病主要是因为口腔内 卫生做得不好而形成的 或者有蛀牙也不理它 或者有牙石也不理它 亦没有一个良好的清洁口腔的习惯 慢慢形成了牙周病 因为有细菌在这里 刚才说了 令到牙齿周围 牙根和一路路下去 我们的骨和神经线都受感染 然后慢慢一路聚绎下来 如果都不医治的话 就形成牙周病 初期一路至到晚期就脱牙了 这个就不是因为你不够睡 或者这样 也有说牙结石也会是 牙结石会令到 因为有虚伪 刚才说过 也会令到牙痛 因为它如果严重的话 其实石太大了 你吃东西下去 其实你会感觉到很痛 那些人就说 那我就用盐水 用一些牙膏 或者一些瘦口水 那天天拿口就可以了 那我不用看医生呢 其实这些办法 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根据 而且如果用一些瘦口水 其实是不可以 每天都用长期用的 这里有时用到一段时间 又要停一停 这里就最好请教医生 例如介绍一些什么的瘦口水 定期的瘦口 譬如一段时间 就要停一停 最好这一样 因为牙医会看过你的牙的质地 以及你的牙肉的情况 然后就告诉你 就不是乱用 我之后又用盐水浪源 我下午又用瘦口水 有些帮助 但长期用瘦口水 大家要小心一点 它是年纪大 那些牙肠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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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我听到很多老人家都说 戴假牙不是不好 但吃东西是真的没有真牙那么好味道的 但没办法 有些真的脱了 难道你不伤回它吗 你伤回它的时候 你一定有些真牙有些假牙 变成你吃东西还有些味道 如果你全部都是假牙 很多很多我问几个老人家 他们都说 没有味道的了 吃东西没有以前那么好味 始终都是一些胶脂的东西 都不是自己真的感觉 其实原来假牙都是有一些活动的假牙 亦有些是伤痕 现在也很流行是那些倒了牙根 种牙 其实现在都很多很多方法 其实科技越来越进步 有一些牙伤了跟真的一样 感觉都跟我们真的牙齿是差不多 但都颇昂贵下的那些 如果是这样 你其实种了一种牙 或者你带一些假牙也好 其实那个手术都挺花时间 还有挺花你的精神 而且是这样的 为何我们现在现有我们有的牙齿 我们不要好地保护它 等它掉了然后伤痕的假牙 那就更加失事 大家可以想一下 除非真的没办法 它真的掉了 那就没办法了 但如果是可以保护得到的 那当然是保护 就不是说年纪大了 是这样的 有它 那其实刚才都有提过了 你牙齿保养得不好 那你自然咀嚼的时候的时间又少了 那你很多时 照两下你又吞下去 其实又会影响你的腸胃 影响腸胃其实影响你的吸收 终归来说都是影响到你的健康 是吧 那大家所以真的要想清楚了 也有些人说 咦 是不是拖小朋友 即是怀孕 拖一个小朋友就坏了一只牙齿 是不是呢 他说其实牙周病 是会 牙周病是会令到女性的荷尔蒙有所改变的 所以因此怀孕的时候 或者是青春期 或者是在吃避孕丸的时候 都会有可能 它说是有可能 令到牙周病的状况更加明显 其实怀孕本身 是不会造成牙周病的 但是只会令到病情加剧 即是说如果你本身已经有牙周病 它只会加剧你的病情 更加变化得快一点 但就不会因为有宝宝 才会令到你有牙周病 这一个绝对不是的 在这里澄清一下 所以如果是识分年龄的妇女 或者你想托嬷子的时候 不要紧要的 反正你都会去检查牙齿的 每年都 就问一下医生你有没有牙周病 其实如果你要检查牙齿 所以你一旦有牙周病 医生已经第一时间告诉你 因为你真的要立刻去处理 是不可以拖牙齿的 只会令到你自己越来越辛苦越来越麻烦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他说如果没有牙痛 那是否表示没有问题 刚才都已经说过了 不是的 因为牙周病的初期是完全没有症状 什么事干都没有 你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是要由检查 每年去牙齿科医生检查 而得知你有没有牙周病 如果你等到牙痛 然后流牙血 我想大家都会有印象 初初这样说 其实已经差不多到中期 真的必须即时去处理 否则就会脱牙 如果令自己的牙齿要健康的话 第一 注意口腔的卫生 第二 定期检查牙齿 希望大家都有一副美好的牙齿 让我们可以吃东西吃得开心一点 笑起来的时候笑容也参加烂一点 OK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见 拜拜